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大部分亚马逊卖家目前只是听过独立站,比如Shopify,Shopify,Wordpress等等 但是对于亚马逊怎么结合独立站,以及独立站的必要性还不是很清楚 1.目前大部分做亚马逊的痛点1.轻电流量相对较少 2.做了两年左右亚马逊的卖家,目前大部分处于瓶颈期,即使做站内广告 3.FDA压力,库存压力 4.用金压力 5.无卖家资料,附购在亚马逊 2.独立站是如何解决亚马逊的痛点 1.引流渠道相比亚马逊站内成本会低一点 2.有卖家邮箱与联系方式,利于EDM、邮件营销等二次营销 3.大部分前期走小包,甚至做dropship,可以做到零库存 后期需要优化供应链 4.无用金但是必要环节,比如支付渠道PayPal、信用卡等 第三方支付公司会收取费率 3.亚马逊怎么结合独立站 4.思路,围绕两个方向,亚马逊独立站或者独立站亚马逊 5.引导亚马逊的客户付购独立站,其实是亚马逊所禁止的 5.具体我们看看官方的文档说明 5.亚马逊独立站政策是不允许包装插页 6.或者是以名片、优惠券等形式去引导买家到独立站 6.那么比较推荐的产品以及形式特点 1.付购率高的产品 客户的粘性会比较大 反复的让买家在亚马逊购买是一个比较浪费资源的行为 而且,亚马逊对于重复购买的客户群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高额的用金也没必要 2.带有说明书 指导册资的产品因为单纯的放一些名片、优惠券等等形式 很容易判定违规 但是如果是产品需要具体的操作手册以及使用说明 那么在文版里面不经意间的引导风险会低很多 3.V2B相对较多的产品 甚至是dropship在C端做得久了 难免会有衍生出一些小批发需求的买家 他们可能是自己有座独立站 需要批量采购,对于小批发客户是比较优质的 只要服务到位,长期的复购会比较多 我们渴望达到的效果 1.摊位加 沉淀客户如果暂时不做推广 你引导亚马逊客户为主 那么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合适的话,就是时间问题 时间久了,积累下来自己的客户 2.沈佣金 因为大部分独立站走的是小包加上PayPal 所以在利润上可以提高10%左右 独立站亚马逊背景是对于做了一段时间的亚马逊卖家 站内的广告费用居高不下 转化率不尽人意 尝试考虑在外部 Affiliate联盟 红人结合的Instagram,YouTube, Pinterest, Facebook, Google做一些流量 俗称站外引流 DAR之前有写过2019年亚马逊独立站 机遇与风险 站外引流的背景 平台流量有限 站内流量费用又比较高啊 所以考虑从站外去引流到自己平台成交 为什么是站外引流加Sharpye独立站 单纯的将流量从各个渠道引流到亚马逊 会有几个可能性递端 一流量近来不成交 久而久之 平台规则判定产品不好 跳出率高 成交率低 降低群众与排名 二流量直接到平台 有概率跳转到平台其他店铺 直接在竞争对手店铺购买 导致引流 是帮平台引流 帮竞争对手引流 为什么要结合独立站 一 如果流量落地在独立站 首先是在站内去选购 意向明确 在购买环节会显示两个选项 立即购买 在平台购买 二 如果买家在平台购买 首先已经排除掉没有意向的流量 只在购买跳转平台 那么大大提升成交率 店铺群众会随时间慢慢提高 进一个买一个 产品不错哦 三 如果买家体验很好 选择在独立站成交 那么利润就出来了 无论是亚马逊 还是速卖通用金都不低 剩下来的都是多赚的 四 进可攻 推可守 里外都不亏 五 案例 Anchor莽夫出海